台南市劇力推動全民運動風氣 提升運動經濟水平 希望搭著一座全萬健康 和完美的幸福生日 本市優秀運動選手 省公路中學生蔡玉恩 和學家國中代理教書潘瑞港兩人 代表台湾參加100空議年 十月二八 在印尼巴黎島古兴的第八個世界台群島金標賽 民隊公席中國到越南 沒有困難 省公大學十八到二十九會組 雙人配對冠軍 是這次台灣代表隊 得到的為一一面金牌 非常難得 不但是明洋國際也應有台南 你們兩位得到金牌 同樣非常不容易 這應該是有史以來 這樣的獎項 台南應該是第一次得到 無論是這個 跆拳道 跆拳道 得到這種金牌 而且 台灣第一面 打敗了 中國 打敗了越南 打敗了強敵 脫穎而出 這很不簡單 兩個很年輕 我們將聲鼓勵一下 但是鼓勵 賀士長在在標榮技術當中 對選手當年訓練的努力 和辛苦 表達最親的輕盈和支持 也希望透過標榮的技術 和大台南 將近兩百萬的市民 分享這項營養 賀士長希望台南市 體育的風氣 可以越來越死驚 貫主台南這項營養 更多活力 更競爭力 因為跆拳道 就基本上 他可以運動嘛 運動的話 第一個就是 可以增進腦部的一個 活躍性 然後功課也可以更好 因為現在十二年國教 其實我覺得運動 還不錯 就是說 不僅僅以前是在學業有成就 然後現在運動有成就的話 也可以幫助學業 就可能現在都一直在讀書 然後可能沒時間運動 然後 多運動就是身體比較健康 就讀書的時候比較有精神 另外一個接受表演的團體 是中華生物靈 醫學棋工中會 參加今年十月十日 在匈牙裡 高興的第十四次 世界杯國際武術大賽 然後現在要表演這一次是 脊椎轉捷瓦 他專門是 把我們的脊椎 透過這個動作 脊椎轉捷 讓我們平常運動不到的脊椎 透過這個動作 可以運動到脊椎每一節的 節目 他可以刺進我們的那個 背部的新陳代謝 而且 讓我們的 每一節的脊椎之間的軟骨 可以得到舒展 有很好的效果 對抑亡骨刺 有很好的效果 剛剛那個的確可以促進胃腸蠕動 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門診 常常很多人都是因為 這個 便秘 然後造成 生活作息 受到很大的影響 然後呢 年代的身體 健康都 衝擊都很大 現在是說 脊椎 年紀大了 脊椎就會有問題 剛剛這個脊椎也可以這樣運動 胃腸也可以促進蠕動 我相信 我們各種這個工法 對身體的每一個器官 應該都有正面的幫助 這次的大賽中間派出73名高連出色表演 表演的來臨是兩合武術 跟氣功為一體的健身氣功17色 表演來臨非常精彩 在到台會關頭的輕盈 影響團體組表演中冠軍的金白獎 當時中會長李勝丁普輸 在到美國總統歐巴馬 班長結出勝出金白獎 氣功中會這兩項中央 真的是台南志功 達到輕盈 今天是 中華生物能醫學氣功總會 以及台南市 中華生物能醫學氣功學會 的榮耀 是 台南之光 先有台南之光 再有台灣之光 你說對不對 我們都是祝台南市 尤其是 剛才市長特別提到說 我本人 那個 很榮幸 得到歐巴馬的這個成就獎 那我是台南人 所以 相信說 台南人有這個榮耀 就是我們 台南市的榮耀 旁吃生物